很多民眾來我辦公室跟我的臉書陳情 他說明明就是缺電跟跳電那麼嚴重啊 我們政府一個人在一起去旁 特別是院長 總統 這部會首長每天坐在冷氣旁 吹冷氣 他們都不受影響 有人就建議啊 很多民眾要建議啊 如果以後再發生跳電跟停電太嚴重 特別是大停電 那以後 卓院長帶著部會首長 禮拜二禮拜五來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就把冷氣灌掉 落實讓他苦民守苦啊 民眾受到 你看你家裡如果停電的 停電跳電的半天 家裡有多大的不方便 不是只有不能吹冷氣喔 電視打不開 對不對 你所有的該用的電前面都沒有 把握你要卡在電梯裡面 產內受到多大的影響 他們都沒藥沒藥 他們不一定去面對現實 所以有很多民眾就建議說 那以後 好啦 你這停電好了 例如說 我最近來想說這不應該提案啊 例如說一個禮拜內 如果停電跟跳電超過一萬戶 那以後只要是行政黨帶著部會首長的 立法院備行總值選 我們就把宴會 把議場的冷氣灌掉 大家苦民守苦 包括我們立法院的跟著苦民守苦 體會一下什麼叫做 有一天或者半天沒有吹冷氣 你到底有沒有體會 對 這個也是落實責任政治啊 明明有問題 政府不去處理能源政策問題 不要去處理核電廠要不要研議這個問題 那你每天在那邊吹冷氣 我們有具體的這個提案 委員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美麗島的這個民調有顯示說 50.2%的民眾是對不缺電沒有信心 然後64.1%的人是主張核電廠要研議 那怎麼看 然後另外有一題也要請教一下 因為委員昨天在臉書上也有發說 不會到基隆參選公職 有心人不必再造謠 所以這代表說 就是未來在2026基隆是不考慮的嗎 我再強調一次 新的政府 對自己的能源政策 有義務 要說清楚講明白 要說清楚講明白 針對目前 新的政府的能源政策 我必須要很率直的說 只有畫大筆 沒有計畫 沒有內容 最典型的代表 我上個禮拜五在總質詢的時候 請教卓榮泰院長 卓榮泰院長連 在2026年 他們要怎麼達成再生能源20% 這麼基本的問題 完全沒有辦法 提供任何的答案 腦袋空空 腦袋空空 為什麼腦袋空空 因為沒有計畫 沒有路徑 沒有路徑 只剩下口號 跟意識形態 這個是 目前 人民所關心 影響人民實際的生活 非常重要的問題 非常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 非常直接的呼應 非常直接的呼應 賴清德政府 佐隆泰內閣 針對有關於供電穩定 符合民生 跟產業需求的電力 跟能源的政策 不可以繼續 不可以繼續 這樣子 但是毫無清楚的方向 也沒有清楚的政策規劃 繼續下去 至於你剛剛所提到 核能的問題 我想 柯文哲主席 他已經說明的 非常的清楚了 在 目前 賴清德政府 他們的規劃下面 顯然 再生能源 拉不起來 大家面臨的可能是 不管你用缺電 供電不穩定 跳電 還是小動物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包裝 去形容他 對於人民 所造成 生活上的衝擊 拜託 佐隆泰內閣 睜大眼睛 看清楚 幾乎每天 都有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區 遭受到 不管他們說是 跳電 缺電 電力不穩 小動物 的困擾 影響的都是 每一個人民 跟每一個家庭的生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在野黨 已經釋出了很大的善意 本來是該執政黨做的事情 在野黨 願意 幫忙 修法 去解套 當然幫忙 修法 解套完了以後 是不是願意 面對現實 是不是 聽得下去 例如 目前 總統府 向整個環境永續委員會 同此前 復召幾人 他苦口婆心的勸告 我覺得 正在非常嚴酷的考驗 賴清德總統 以及佐隆泰內閣的智慧跟能力 好 所以剛剛 您問的問題其實非常簡單 基隆跟台北都是我的責任區 我們台灣民眾黨 每一個立法委員 都有兩個以上的縣市 所以我講得非常清楚 我從來沒有考慮過 剛剛您提的那個 美麗島電子報這個民調非常重要 高達50.2的民眾 對不切電是沒信心的 事實上大家都看得到 幾乎每天都有跳電跟停電的這個新聞 光是前幾天這個禮拜天 就有三個縣市 將近一萬戶的民眾 受到這個停電跟跳電之苦 因為他問到說 你要不要主張核電廠的研議 有高達64.1 這跟台灣民眾黨的主張 柯文哲一直在強調了 核二核三研議是一致性的 那現在因為這一兩個禮拜 國民黨的國民黨一直要排案 然後事實上我們之前 我們從二月開始 台灣民眾黨一直很關心這個 核電跟能源政策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再次的這個呼籲 政府要好好去看一下 最新的民調反應出來的 還有整個台灣現在社會上 每個縣市幾乎很多民眾都碰到 停電跟跳電之苦 另外一個你可以看看整個世界的這個趨勢 目前卡在什麼地方呢 核二核三現在 到底能不能嚴重卡在什麼地方 一個是民進黨要不要保持他的神主牌 他腦袋還停留在二十世紀 不願意進到二十一世紀 這是一個最關鍵的 第二個關鍵是什麼 因為法律明定 我們的法律上面明定 你如果要繼續用核三 你要在五年前提出申請 那因為他這只是一個辦法 他是可以改的 所以這兩天 這幾天裡面 立法院裡面 所有的在野黨一直在呼籲就是說 你不要被這個法律條文擋住了 大家一定聽過一個笑話 他說國民黨常常都被法律綁住 可是民進黨在法律裡面會找到辦法 可是很怪的 你長久民進黨都在法律都可以找到解決方法 這個時候民進黨反而用法律把自己綁死了 所以我們呼籲民進黨去想一想 這五年的這個條款 基本上是很容易是可以改進了 他們只要腦袋不要停留在二十世紀 這個五年的條款 馬上就是可以改掉了 就可以呼籲剛剛郭東已經在講的 同時講的台灣特別是民進黨 比較集體好像還在夢遊的這個狀態 我們的減碳做的非常差 我們的減碳是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七的 你一直在推綠能推減碳 就推到現在目前為止 這全世界倒數第七的 還揚揚得已 這是在夢遊的一個狀態 好 那麼提供了 除了五年條款 自己不要把自己綁死 最近修法把它修掉的同時 你去看看最新的民調 也看看整個世界的趨勢跟潮流 這段時間包括很多的部位首長 因為我在經濟委員會 我們跟他談了很久 他們就說 那你有沒有提出國際上 有比較 類似的個案可以給我們參考 有的話我們就學人家 我就舉過 我去查 我的辦公室去查 我自己發了很多東西去查 至少兩個例子 台灣是被取罰的 第一個在烏爾戰爭發生的時候 一向非常反核的德國 因為天然氣價漲太高了 他們本來有三個機組的核電廠 是要停工的 是要處理的 德國那麼反核的德國 他們緊急修法 做好安全設施之後 他們有三個機組 讓他們可以研議三到四個月 這是我們被取罰的一個 第二個案子 第二個個案可以取罰的 就是美國 美國一段時間已經把核電都停掉了 可是他們在前陣子 重新讓本來已經要處理的 加州魔鬼谷的核電廠 修法讓它嚴厲 所以從德國的個案 從美國加州魔鬼谷的核電廠的這個 都是有模範 有先例 我們是可以採行的 所以今天因為你提到這個民調 所以我建立 民進黨政府一直在強調自己尊重民利 而且現在民眾確實說到這個 停電跳電之苦 真的產業要發展不能再停電了 所以我們呼籲他 第一個 看看最新的這個民調 第二個 看看國際的歧視 第三個更重要 看看民眾跟產業的遊行 包括統治選 那我強調一個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最近我碰到的 很多民眾來我辦公室 跟我臉書陳情 他說明明就是缺電跟跳電那麼嚴重啊 我們政府一個在冷氣旁 特別是院長總統 這部會首長每天坐在冷氣旁 吹冷氣他們都不受影響 有人就建議啊 都民眾要建議啊 如果以後再發生跳電跟停電太嚴重 特別是大停電 那以後 總院長帶著部會首長 禮拜二禮拜五來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就把冷氣灌掉 肉食讓他苦民守苦啊 民眾受到 你看你家裡如果停電的 停電跳電的半天 家裡有多大的不方便 不是只有不能吹冷氣喔 電視打不開 對不對 你所有的該用的電前面都沒有 把不然你要卡在電梯裡面 產業受到多大的影響 他們都沒藥沒藥 他們不一定去面對現實 所以有很多民眾都建議說 那以後 好啦你在停電好了 例如說我最近來想說 是不是應該提案啊 例如說一個禮拜內 如果停電跟跳電 超過一萬戶 那以後 只要是行政黨 帶著部會首長的 立法院配請總職員 我們就把宴會 把議長的 冷氣灌掉 大家苦民守苦 包括我們立法院的跟著 苦民守苦 體會一下 什麼叫做 有一天或者半天 沒有吹冷氣 你到底有沒有體會 這也是落實責任政治啊 明明有問題 政府不去處理 能源政策問題 不去處理 核電廠要不要 言語這個問題 那你每天在那邊吹冷氣 我們有具體的這個提案 謝謝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